朝鲜在发射导弹 韩国军方指出 朝鲜今天向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而第二枚可能在飞行中偏离轨道 韩国还在进一步分析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主任李承俊指出 韩国还在分析朝鲜这一次发射的两枚导弹 目前还没有确认朝鲜是否出现人员伤亡 或是财务损失 参谋本部表明 朝鲜从西海岸附近地区 发射了一枚短程导弹 飞行距离大约600公里 第二枚导弹飞行距离大约120公里